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 我是韦婷 受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引发的物价上涨的影响 斯里兰卡陷入自1948年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除外汇储备严重不足导致债务危机 斯里兰卡还同时面临能源危机 粮食危机以及人道主义危机 印度洋上的明珠为何沦落至此 斯里兰卡该如何自救 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 能否从根本上解决斯里兰卡困境 或是跌入了另一个地缘政治陷阱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许立平先生做分析点评 首先来看最新消息 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 斯里兰卡总统哥塔巴亚拉贾帕克萨 以通知总理正式宣布辞职 斯里兰卡近日爆发大规模抗议 大批示威者走上街头 参与反政府游行 一些示威者更是冲破警方防线 闯入总统拉贾帕克萨的官邸 总理维克拉玛辛哈的私人住宅也遭示威者纵火 早在去年 斯里兰卡的经济危机就已经出现苗头 2021年9月 总统拉贾帕克萨宣布 斯里兰卡进入经济紧急状态 该国陷入经济的寒冬 斯里兰卡6月的通货膨胀飙升至54.6% 食品价格飙升80% 预计未来几个月还可能进一步上升至70% 该国已连续多个月面对燃料和医药品等必需品短缺的问题 据美联社报道 斯里兰卡的外债总额达到510亿美元 2026年以前需支付250亿美元 另有70亿美元需今年支付 但目前 斯里兰卡极度缺钱已停止偿还外债 7月5号 斯里兰卡正式宣布破产 由于外汇储备消耗殆尽 商品进口无法得到保证 这个2200万人口的印度洋岛国 正处于该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阵痛之中 许先生您好 斯里兰卡政府已经正式宣布暂时终止偿还外债 目前有510亿美元的外债处于违约状态 斯洋行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 私外汇储备已经不足20亿美元 远低于今年应该偿还的70亿美元 就目前的外汇储备和违约状态来看 对于斯里兰卡这一体量的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想从上述的数据来看 对于斯里兰卡来说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负面的冲击 某种程度来说 这个国家进入了一个破产的边缘 实际上按照国际通行的一个标准 那么一个国家的它的债务 如果说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说 如果它的债务超过了45% 那就是一个警戒线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斯里兰卡 它的这个GDP大概是800多亿美元 那么它的外债是500多亿美元 整个应该说已经接近了60亿 百分之60的这个比例 所以应该说进入了一个警戒线 虽然这个也不一定完全能说明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日本 它的这个外债可以说债务占它的GDP 可能是已经超过了200%多了 但是依然日本还十分的强大 但是呢 这就是关键看这个国家 它有没有偿还这个债务的这个能力 我觉得这是核心 那么目前来说 对于斯里兰卡来说 我觉得它的核心呢 它不仅仅是一个债务危机 它最关键的应该是什么 叫外汇短缺的危机 那么它所有的这个危机 都跟它的外汇短缺是密切的相关的 也就是说 它现在的这个外汇储备 不足以来支付 它的这个进口所需要的这种外汇 所以就造成了目前 一系列的这些问题 都是跟它的外汇短缺危机 是密切相关的 斯里兰卡5月的通胀率 就已经达到了45.3% 也是2015年以来 最高的一个数字了 据外媒引述的一个报道称 说斯里兰卡实际的通胀率 可能达到了128% 是全球除了津巴布韦以外 通胀率最高的国家 您怎么来分析 这两个数字的差异呢 造成斯里兰卡如此高通胀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看到 这个两个数字的差距 在很多国家都有 并不是说斯里兰卡 所独有的 这就是这个差异呢 主要是体现在在统计上的 它拿入的这个商品的 这个物价的这个权重 是不一样的 那么很有可能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斯里兰卡的这个国家统计局呢 可能在统计根本是一般的 商品的这个消费的这种指数 可能没有把鞍油啊 这种价格的能源的这方面的价格指数 不一定放了这个一篮子的这个 通货膨胀的这个统计数字 或者说它的比重偏低 所以这就引起了 所以它国家统计局和这个经济学家 他们统计的这个数据上的一种差异 另外一点很有意思的现象 对于通货膨胀的统计的时候 在国际上有一种通用的现象 所以说统计局统计的通货膨胀 和普通老百姓感受的通货膨胀 又有一定的这种温差 所以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一种现象 另外呢 这一次的斯林兰卡的通货膨胀的背后呢 我觉得为什么这么高呢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一个原因 一个呢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俄乌冲突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推高了这个能源的这种价格 使它的燃料啊 这些方面的大幅度一个上涨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粮食 大规模的要进口 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外汇 因为我们知道 斯林兰卡政府呢 这个制定了一个绿色农业的计划 而绿色农业的计划很重要的就是说 利用这个有机的肥料 而不是太用化肥 但是实际上这个政策是失败了 使这个加上干旱 使这个粮食呢 大规模的这种减产 这样的话 它要动用外汇 要进口大量的这种粮食 第三一点呢 我个人认为呢 和这个美国的这种加息是有密切的关联度的 因为斯林兰卡的主要的外汇储备是美元 支付呢 主要是用美元来进行结算 而这个美联储呢 那么加息呢 毫无疑问 就是刺激了它的外汇短缺的这种危机 所以我个人认为它这次通货膨胀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综合因素的作用的这种结果 因为我们看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斯林兰卡它的经济结构里面 它的三大的创毁企业 比如说旅游业 旅游业受这个疫情的影响 应该说可以说影响非常的大 因为并且是受俄乌冲突 因为对于斯林兰卡来说 那么俄罗斯的游客又是它的很 应该说是一个主要的来源 那么这一次又受到制裁 对它的旅游业影响非常大 加上疫情的这种影响 第二个 它的这个种植业 种植业也是它的创毁的第二大一个来源 比如说斯林兰卡的红茶 那是出口全世界是非常有名的 而乌克兰和俄罗斯 又是它红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买方 这个对它的外汇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负面的一种冲击 第三个它的这种仿制业 也是它的创毁的企业 那么受疫情影响 那么仿制业的冲击也是很大 所以对于这次的这个外汇的这个危机 或者说引起的这种通货膨胀的这种增长 都是跟这些因素有密切关联度的 那么除了受到全球经济疲软的一个影响 斯林兰卡本身的经济泡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斯林兰卡本身的经济 我觉得它是暴露出它的这个结构非常单一 非常这种脆弱 我刚才讲了它是这个三大的这种支柱 就是创毁的这种支柱都受到了这种影响 可以说这种一旦受到这个外界的风吹草动 那么对它的这种经济的冲击是非常的之大的 也就是说斯林兰卡的这种经济是很多方面 它没有一种真正的这种自给自足的这种能力 特别是它的制造业非常的弱小 另外它的服务业占的比重过高 而它的服务业又是一些低端的这种服务业 应该说负价值不高 所以外界已有风吹草动 所以对它的经济的这种冲击是非常的之大 所以说这就体现了这个斯里兰卡的这种经济结构 存在着致命的这种缺陷 所以要改变这些东西 我觉得它必须要对它的经济结构 进行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 斯里兰卡能源部部长表示 国内的汽油柴油已经全部用完了 斯里兰卡已经暂停对非必要车辆销售燃料 这一举措会给斯里兰卡的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毫无疑问会刺激社会的动荡 你想想没有汽油 我这个私家车中产阶级影响很大 我不能够出外干任何事情 哪怕是工作或者是做生意 我都做不了 那么没有柴油 柴油主要是什么 对大卡车这些运输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说你这样的话 你这个卡车你不能在公路上跑了 那么很多的货物商品 你不能够很好地进行运输 那么你会造成这种超市商场的这种货物的这种短缺 所以这一些形成一种恶性的这种循环 毫无疑问对这个普通人的生活 会是一个致命的一些打击 如果你这种状况持续很久的话 对一些普通老百姓生计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甚至如果说你管理不好 会出现一个社会的大规模的这种动荡 除了汽油和柴油 在电力的供给也是处于短缺了 在能源方面 斯里兰卡接下来还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想要缓解这种困境 突破口在哪 所以你提的很对 实际上这种能源的困境是斯里兰卡应该说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斯里兰卡 你比如说它的电很多是通过这个石化来进行作为一种动力的 那么现在又碰到恶物冲突 这种能源价格的上涨 使它很难以来破解这种瓶颈 另外一个它的一个能源 特别是电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是通过水力发电 而这个这几年的那个可以说斯里兰卡又经历了大规模的干旱 所以呢你通过这种水力发电呢 又造成了非常负面的一些影响 所以呢这些我觉得是跟它的能源的这种结构 还是非常有密切的关联度的 所以你一想突破怎么办 我觉得未来可能斯里兰卡要更多的找一些替代的能源 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能源以外 你比如说现在斯里兰卡也在发展一些新能源 是吧 还有一些风能啊 甚至一些光伏了这些产业 我觉得是未来它的一些方向 甚至未来不排除在斯里兰卡发展这种小型的核电 能够破解它的能源的一些瓶颈 由于这个外汇的短缺 当地呢是难以进口食品燃料还有药品等生活必需品了 基本必需品匮乏还有通货膨胀加剧 引发了民众很大的一个严重不信任 甚至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 您怎么来分析斯里兰卡未来的前景 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目前的局势呢 我觉得作为斯里兰卡政府啊 现在还是非常困难的应的这个局面啊 因为毕竟民怨还是费糖的啊 因为你的基本的生计你不能满足吗啊 所以刚才我们上面提到了那甚至可以发生这个社会的这种动荡 所以对斯里兰卡政府来说当务之急 我个人认为是要稳定这种物价 稳定大家对这种通货膨胀 通货这个膨胀不但上升的这种预期 稳物价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的 第二点呢 就是一定要保证这种基本的这种生活的这种能源的这种供应 因为你看斯里兰卡也是天气也是比较严恶的在这个时候是吧 如果你没有电是吧 你没有这些能源的话 你很多方面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我觉得这解决这两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如果说你光对民众的这种示威游行 你采取这种镇压的这种手段 你不能够解决根本性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还是要通过这些危机 因为我们知道刚才谈的能源危机啊 自质危机啊 人道主义危机啊 核心一点是什么 是经济造成的 所以找到它的根源 你还是要通过经济的办法来解决上述的这些问题 好的 感谢许先生的解读 下节新闻今日谈 带您继续关注斯里兰卡 深陷经济危机寻求国际援助 我们稍后再见 新闻今日谈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斯里兰卡深陷经济危机 总理维克勒马辛哈此前表示 有意向中国 日本和印度寻求支持 上任两个月的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在议会上强调 斯里兰卡急需寻求中日印三国支持 四方有意言请三国出席援助会议 为经济危机寻求解决方案 斯里兰卡当前濒临破产 外汇储备几乎耗尽 无法进口食品 燃料 药品等 有消息称 斯里兰卡计划与中方重新协商 15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条款 中方表示正在考虑 另外 印度周四将派高级代表团到访 商讨在30亿美元援助资金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援助 许先生您好 我们的话题继续 面对国内严重的全方面危机 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的政府 正在想办法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友好国家获得援助 其中特别提到了需要中国 印度和日本三个国家的支持 您认为这是出于何种考虑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斯里兰卡这个政府 实际上它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做法 因为这三个国家是斯里兰卡 应该说是前几位的这个债权国 所以你遇到的这种债务的危机 你必须要面对和这些债权国要进行面对面的这种商谈 所以无论是印度也好 日本也好 中国也好 我觉得这对斯里兰卡是非常的重要 这要解决它的主权债务危机具有直接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觉得你比如说日本是它的这个 你们应该说这三个国家里面它是最大的债权国 那么如何比如说延期的来产付你这个主权债务 那么期限是多少 还有一个比如说你能不能给我让利一点 不要给我收这么多利息等等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来进行谈判 对印度来说呢 印度也是它的债权国 也给它进行一个谈判的一个空间 那么中国对它的这个主权债务大概占十分之一这么一个左右 但是我们很多的是给它的是优惠的这种贷款 应该说对斯里兰卡的这个解决的债务危机的负担 并不是那么沉重 所以它找这个三个国家 我觉得还是最主要还是从这个问题产生的这个根源来出发 希望这个三个国家来给它减轻这种主权债务的这个风险 来更好的来进行一个债务的这种重组 此前中国已经宣布向该国提供 共计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这是斯里兰卡经济民生危机爆发以来 接受的最大无偿援助了 对此您有何观察 我觉得这个援助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体现了斯里兰卡和中国的这种兄弟般的情谊 因为我们知道70年前 中国和斯里兰卡签订了米交协定 所谓米交协定就是用斯里兰卡的香蕉 来换中国的一个大米 因为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后 实际上西方对中国进行了这种经济的这种封锁 而在那个时候 中国为了应对国内之需 出于国际环境的考虑 我们大量的需要这种橡胶 就是这种军事的战略的物质 而那个时候对斯里兰卡来说 那么橡胶的价格又比较低 相反的大米的价格又比较高 而这样的话 双方出于各自的这种利益的考虑 就签订了米交互换的这种协议 所以体现了两国这种什么样的一种精神 就是这种自立自强 互帮互助的这么一种关系 所以在危机的时候 双方应该说是出于双方国家的利益的出发 来进行一个互帮互助 所以说今年是重要的一个年份 是70年 所以斯里兰卡又遇到了这么一个经济危机 我觉得在回望历史 如何来解决当前的这个危机 那么中国你看第一时间 我们提供了这种援助 并且这个援助应该说是最大规模的这种援助 另外除此之外 我们还和斯里兰卡展开了关于债务等等一些方面的 一些谈判 帮助的这个斯里兰卡 来通过经济改革等等一些方面 来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债务危机 甚至是外汇短缺的危机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 比如说斯里兰卡现在和中国正在商谈 能不能进行一个货币的这种互换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斯里兰卡很重要的一个危机 就是过度的依靠美元 那么过度依靠美元 你很多东西都是通过美元来进行支付的 如果说你部分的通过人民币来进行支付 这样的话你就会减少你的风险 另外一个你比如说 未来他要向俄罗斯购买这个能源 他也可以用卢布 不一定用美元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中国和斯里兰卡 双方可以在这个方面 能找到一些解决方案 来共同的应对这种危机 您刚刚提到了斯里兰卡的外债高达了350亿美元 其中欠中国的就超过十分之一 由于国家经济崩溃 斯里兰卡并未如期的归还欠款 同时也向中国提出了10亿美元的贷款申请 贷款来偿还外债 您认为能否缓解斯里兰卡的一个外债危机 我觉得短期内说的话 可以帮着他来度过这种危机 因为除目前来看 因为斯里兰卡现在他外汇短缺 主要说一年的这个厂户这个进口 经常项目的这种外汇使用 大概是30亿美元这么一个规模 如果说通过10亿美元 那么某种程度说能够短期内缓解 他这种厂户的这种危机 但是这只是一个权益之机 他不能根本上来解决斯里兰卡自身的一个问题 我刚才说了 那么斯里兰卡要真正的破解这种危机 还是从他的经济结构的这种改革 还是要在斯里兰卡真正的来 来加大他的制造业的这种发展 来实现这种工业化 那这样的话呢 使他国内来形成一个强大的 这种造学的这种能力 而不是使他的经济呢 变得过度的依赖于这种对外的这种出口 过度的来这种依赖这种服务业 这样的话使他的经济呢 来朝着一种更加良性的方向发展 对于斯里兰卡此次的经济危机 美日印澳组成的四国集团成立了一个外国援助财团 目前四国都提出了怎样的援助方案 您认为能多大程度上改善斯里兰卡目前所面临的各方面的危机呢 所以说四个集团呢 虽然成立了一个外国援助这个团 但是呢各有各的小上帕啊 比如说澳大利亚啊 他援助了大概两百五十亿啊 专门是用于这种食品的这种安全啊 另外呢还提供了五千亿 五千多万这个澳元啊 用于他的医疗啊 等等方面的一种援助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斯里兰卡的这个危机啊 对澳大利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如果说 特别是这种危机造成了大量的平民啊 那么甚至有的会变成无家可归者 那么这些人呢通过中间山啊 舌头啊 乘船逃到澳大利亚啊 就是在澳大利亚寻找避难所 实际上这个对澳大利亚冲击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难民的问题 所以澳大利亚在这个时候出手 主要是在应对这种食品危机啊 还有人道主义的这方面的这些援助 那么呢 对于印度和日本来说呢 因为他们刚才谈了 他们都是斯里兰卡的最大的债权国之一 所以呢 他们面临着共同的一个困难 就是如何让斯里兰卡能更好的 能够产怀他们的债务啊 那么所以呢 他们日本和印度要合作 在这个方面来进行 特别是关于斯里兰卡的主权债务的偿还 做到可持续的这个产还的话 双方要进行合作 而美国呢是单挑啊 美国是专门的派了一个工作组 专门去斯里兰卡进行考察 并且美国驻斯里兰卡大使 并且说这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来体现美国在斯里兰卡的这种影响力 所以呢 四个国家应该说 虽然在一个篮子里面配套进行一些援助也好啊 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解困啊 更多的是一种救急 但是呢 对斯里兰卡我觉得短期内还是有一定的帮助了 斯里兰卡总统 格塔巴雅近日向普京致函请求援助 斯里兰卡也派遣了数名部长及官员 前往俄罗斯和卡塔尔 以确保廉价的石油供应 对此您怎么来分析 斯里兰卡向俄罗斯求助 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的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国 卡塔尔是其中一个了 还有俄罗斯是吧 那么当然还有委内瑞拉还是太远了 所以呢 但是对于卡塔尔来说呢 它可提供个斯里兰卡的能源 还毕竟是有限 但是俄罗斯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的一个对象 因为我们知道呢 前一段呢 它和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呢 达成了9万桶的这个石油的这个协议 那么未来可能还会增加这个方面的一些采购 所以呢 我觉得它和俄罗斯在这个关口来洽谈这种能源的这种购买的 还是有可能的 一个方面呢就是斯里兰卡有强烈的这种需求 另外一个呢 俄罗斯呢 也有这个意愿啊 也有这个能力啊 去卖给他这些原油 但是关键是他这个购买会不会受到西方的这种制裁的这种影响 我觉得这是核心的关键 另外呢 比如说他购买利用什么来支付啊 可以说他手上没有奴布啊 这个奴布从哪来 那以缓解这个外汇短缺的这种危机啊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斯里兰卡政府啊 也是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办法来寻求这种能源供应的这种多元化 以缓解斯里兰卡面临的这种能源的这种危机 这个态度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积极的 为什么他积极呢 实际上斯里兰卡 你别看这次遇到的危机 斯里兰卡他发展的潜力啊还是非常巨大的 我刚才说他的很多基础设施是建的非常的好的 在很多发展的中国家还是比较领先的 只不过说斯里兰卡时运不羁 为什么 他2019年遇到了恐怖袭击 而恐怖袭击对他的旅游业自助产业影响很大 第二个 等他从恐怖袭击恢复过来以后 又遇到了这个新冠疫情 也不及 第三个又遇到了俄乌的冲突 所以说这些冲突都是外来嫁给他的 所以一旦这些冲突或者这种外来的影响消除 他的发展的空间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斯里兰卡他的面积是我们海南的一倍 他的人口是海南省的一倍 所以他是个2000多万的人口 5.6万平方公里的这个一个地方 海岸线也非常的长 并且他有旅游资源也非常的丰富 特别是也是中国游客经常向往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他也可以说可以成为亚洲的新兴经济体的之一 所以只不是说这一次他感到这种倒霉的时候了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小看斯里兰卡 我觉得通过这场危机 通过这种国际的多边的合作 债务的重组 斯里兰卡一定会未来会恢复他的这种经济 好的 感谢许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 我们下期再见 官方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